最近有一款叫做台灣地震速報的APP 在網路上面爆紅 他免費下載喔 在這個一週內有32萬人次下載 但你知道嗎 開發的居然是一名高三學生 而且沒有老師教他 他是自己上網學的 強震來臨警報大響 但常有人抱怨收不到警報 懷疑自己是變成國家級邊緣人了嗎 但現在有一款APP號稱更快更準 iOS用戶獨有的地震速報 提前將近三十秒的時間 就會提醒震度多少和發聲的時間 全都一清二楚 而這款APP的發明者 居然是一名十七歲高中生 每次有大地震的時候 有時候都不會收到國家級警報 那我覺得面對這種很嚴重的災害 我覺得寧願誤報 也不要去做太保守的觀測 熟練操作電腦林子佑目前高三 就讀康橋國際學校 自從九歲經歷地震之後 便上網自學寫程式碼 靠著課餘的時間花了一年半 終於成功開發 民眾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正度範圍 比如說我一集以上就要去做通知 因為有些人可能比較怕地震 或是住高樓大廈 免去民眾受不到警報的窘境 這款APP一共有八個縣市可以選擇 另外還能設定正度需求 最低就算不到一集也能收到通知 短短一周的下載量就超過三十二萬次 尤其這一兩天余震又突然暴增 加上封面通過每天都有大雷雨機率 就怕會有潛在土石流風險 農業部也公布最新大規模崩塌潛市區分布於花蓮台東等十二縣市 提醒民眾這一周不僅得多加留意餘震 也要盡量避免前往身區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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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